呃,那,那边的小推车也是克莱因前辈拥有的武装中的一种 不,那只是我受人之托,正准备在特殊时期低价抛售的生品 这里不仅有果干,林卡果冻,无糖少油全麦面包之类的健康零食 还有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特产 如果你们觉得价格合适,有一口气买下所有商品的意愿,我的委托人会非常感激 当然,为保障委托人的隐私,联系我或分发传单时 请务必避开牙医、幽兰戴尔和德丽莎主教出现的场合 我,我明白了 很好,那我就先走了,回见 这张纸记录了小推车里所有代售的商品,而委托人一来是Kiana Kaslana 真没想到,我们的地球之神,她居然这么喜欢吃小零食,还怕被战友们发现 克拉利对Kiana的好感度已提升,当前好感度35分 赫利亚对Kiana的好感度已提升,当前好感度40分,行动评价 我,我不用太放在心上,我真的要好好吃饭 纸证,这是人工智能系统根据监控录像还原的真实事件 我只是利用了心理学中的犯错误效应 甚至大幅美化了你那小推车里真正装着的,寂静消失在时代浪潮中的健康食品 克莱因都不卖垃圾食品了,我自己偷偷网购还不行吗 根本不知道我藏零食藏得有多辛苦 再说了,我买零食还会努力吃完 你说你游戏库里有多少购买后就玩了半个小时,还不肯退款的游戏 Kiana,你这是偷换概念 在游戏行业,市场调研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一款游戏不能在半小时内吸引玩家 那它就不是一款合格的商业作品 至于没有在沸腾平台申请退款 那也是为了未来的二次调研 未来?放在游戏库里三年不玩也是未来的一种呢 我来 啊,牙医,你别,别救我耳朵 Kiana,等结束今天的测试 我打算去你房间帮忙打扫一下卫生 你应该不介意吧 姐姐,救我 你啊,这算不算病急乱投医